今天是2月6日,星期六 今天教會的禮儀是慶祝聖鄭安道和聖保禄三木等一群人向日本殉道者的紀念日 今天回應的讀經仍然是希伯萊書 《馬爾谷福音》隨著昨天說 《死者肉汗在監獄被克禄德王殺了》 《死者肉汗在監獄被克禄德王殺了》 接著耶穌就是今天的福音 描述耶穌懷著一種悲痛的心情 和門徒退到荒野,在這個狀態之下 一方面是因為門徒經過全教後都累 當時的情境就是耶穌和門徒想私下去到荒野休息一下 當然後來就慢慢遇到大群人等待著他 今天遇到慶祝鄭安道、保禄三木等日本殉道者 就勾起我對荒野休息者的那份殉道 以及現在這個世界面對的一種迫害的反省 在祈禱之中 雖然我沒有特別對日本殉道者有很大的感受 不過在沉默那部電影 尤其是耶穌會那幾位神父 那種內心那種鬥爭 面對在日本傳教的迫害 都是紀念那段事件 今天是聖報六三木的殉道者 讓我浮起的景象就是 兩種文化相遇引起那種衝突 當基督信仰文化去到日本所受的那種衝擊 大到就是要人犧牲的 要一些帶著基督信仰 傳播者的信仰 要人犧牲才要面對這種這麼大的張力 這個發生在日本 再早一點就是耶穌年代的時間 要人犧牲就是為公義 公義被洛德王殺 耶穌也是為了公義 當然是為救贖人 到最後耶穌當然不是殉道 是為人類的苦難 而為我們一種贖罪 就是戰勝死亡的一種為我們一種恩典 不過現在這種迫害和不公義 其實都仍然存在 今天我也有留意到 彭帝光電台教宗 早一兩天所說的 一個會議所說的 就是 現在我們相處在一個世界 就是一個很冷漠的世界 所以我們尤其是基督徒 大家一起 他都呼籲單止是基督徒 就是所有的宗教 因為在聯合國的會議裡 呼籲所有人都是攜手 是要打破這個冷漠的文化 是特別重視這個兄弟的情義 一說到兄弟的情義 就是我們要稱對方為兄弟 如果不是稱兄弟 就變成敵人 一有敵人就好像 在日本傳教的經驗 就會殉道 因為排擠文化傳統 各種東西被 很多人因為誤解而被排擠 到最後 甚至要奪去別人的生命 所以教宗 很欣賞教宗 都是提醒我們 要不要輕視那種 自己冷漠的態度 在世界上不同民族 不同背景 不同宗教文化之中 我們都要相遇 大家要稱為兄弟 因為如果不稱兄弟 就算是敵人 雖然我們可能 不友善的態度 用一種很冷漠的 冷漠的姿態去呈現出來 不過 正正在這種冷漠 是讓人陷入一種 敵對的狀態之中 對 現在這個世界正面臨很多衝擊 最近在美國 因為種族的問題 政見的問題 你看到的衝擊很大 一個發達國家 都有這樣的衝擊 可想而知在其他 角落地方 回教世界國家的地方 現在中東的地方 在非洲的地方 因為政治各種原因 都 和宗教的爭鬥 都把兄弟成為敵人 我特別欣賞 在教宗 在會上 特別稱讚 有一個女士 那個女士是獲獎的 聯合國這裡 一個和平獎 可以讚賞這位女士 叫做阿藤女士 她的典範 教宗特別稱讚 她能夠轉變 邊緣地區 在法國的監獄 她的兒子 是死於暴行的 但她把兒子死於暴行的悲痛 化為很多青年 成為第二個母親的經歷 其中這些很多青年 其實是來自激進主義的地區 這裏可能教宗 就是讓這位 表揚這位婦人 我想會激勵 我們 要平起冷漠的心態 正正 正正正正面對的時代 其實和耶穌面對的年代 其實一樣 當其時的黑洛德王所用的 暴力很荒謬,殺死了弱行使者 現在世界的地區,這些暴行、不幸的事件 其實都是不斷重現的 我們未必每一個人都要像弱行使者那種殉道 也未必有機會學到聖寶禄、沙穆等殉道者的經歷 但最後殉道表示我們都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祈禱在平日生活中未必必有勇氣和精神 不過最低限度我們是否有一種殉道表示最後的生命最重要的事 不過我們是否可以由最微小的開始 我們放下自己的東西開始呢? 殉道表示最後是放棄生命 不過在最後放棄生命之前 我們有些什麼是阻礙我們走近天主 有些什麼阻礙我們是讓對方成為自己的兄弟 有些什麼不自由的地方 我要殉道的是我放下一些觀念 放下一些成見 放下自己的執著 就像耶穌那樣 他立即有一種慈悲的心出來 他就面對這幾千個群眾 他就轉念了 耶穌改變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懷著耶穌這種視野 這種心懷 每天都培養一些所謂殉道 就是放下自己的一些執著的事情 執著的視野 改而成為耶穌這種慈悲的視野 耶穌這種與天父契合的視野 這樣就好了 相信可以就像做到今天 保禄書信肯希伯萊書那樣的 要求我們 那份意願 原天主在我們身上 執著主耶穌基督 行祂眼中所喜悅的視 我覺得是一步一步 我們不能一下就講去殉道 放棄自己的生命 不過是最低限度 我們可以從生命的小事開始 放下自己的一些觀點 自己的一些享樂 或者自己的一些面子 開始 讓我們這份心態 越來越超次主耶穌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主有大家 給我看 謝謝 感谢观看